新店安和路三段45向附近因为路口复杂 设置了多个交通号制 但也因为号制过于密集 灯号联动之下 再加上有转弯的盲区 使得这个路口经常发生车祸 永安里里长071就指出 许多驾驶人因为抢黄灯 就加速冲过路口 但没想到一过路口 紧接着就是另一个路口的停止线 一个不注意就造成追撞意外 的确站在和驾驶人同角度的地方往前看 因为前方弯路在视线的盲区 无法看到下个路口 很多驾驶人一看到黄灯就加速通过 但却又得赶紧紧急的刹车 因此里长林清一日前就向新北市交通局反映 言议如何改善 但也呼吁用路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避免车祸意外发生 用路人是最重要的关键 用路人如果遵守交通规则 黄灯 那如果说你可以不要抢 你可以停 或者是速度你可以不要那么快 基本上是比较不会发生车祸的 我想用路人本身的交通规则的遵守是最重要的 红绿灯的黄灯是用来提醒即将变换红灯 希望驾驶人能够减速慢行 但往往不少人的心态都会希望赶快冲过路口 所以除了驾驶人要遵守交通规则 永安里里长林清一也希望有关单位 可以运用专业调整这个路段的耗制设置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